2018年6月 94岁的叶佳颖宣布捐赠自己的全部个人财产 用于设立家陵基金会 支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研究 叶佳颖比较大 叶佳颖自幼身受中国古典文化熏陶 辗转中国台湾 美国 加拿大等地求学 讲学 把中国古典诗词传至四海 叶佳颖曾被授予加拿大皇家学会院士称号 成为该学会唯一的中国古典文学院士 2015年 叶佳颖正式定居南开大学 佳颖学社 对于此次捐赠 叶佳颖说 我自己内心有我的理想 有我的持守 我觉得这样 我就把我的内心很平安 也很快乐 对于我们的政策 我们在建议市场上 叶佳颖的 我们在建议市场上 叶佳颖的 那么在建议市场上是更加达的 首先你数借用